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此消息一出,各家粉丝吓得一机灵 赶紧抱走自家哥哥,你相信吗? 总之,我们是不敢信了 毕竟这种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透露过多消息的 更别说还是三位顶级流量艺人 各个的粉圈实力雄厚 资源更是好到不行 如今各自的发展方向都很明确 大体上的内容就是 电影总局的一部电影延期了 其中的主演是当下的三位顶级流量演员 一扬千玺 王一博、李宪 如今正在忙着跟他们沟通拍摄的档器 看到这个讯息后 第一个反应是 这个貌似是红头文件吧 这个真实性有待考究 单纯从三个人的咖位上 这个消息就足够吸引人的眼球 三位可都是大流量啊 人气可是超高的 同时呢 四字弟弟今年的风波可是导致人气下滑严重 最近代言的波斯登羽绒服 一经官宣后 股价暴跌 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相比之下 这种电影还是非常重视 演员口碑跟风评的 现在但凡有点不好的负面消息 很多作品是不敢用人的 更何况是这种大流量的艺人 更需要低调 评论区可谓是热闹非凡 特别是王一博的粉丝 看到后 立刻吓出一身冷汗 可不要给我们家宝子画饼了 现在他只需要低调低调再低调再加上 如今王一博带波上映的作品 《长空之王》 《无名》即将上线 同时呢 刚刚青年影展短片《我的朋友》 也将在10月31日上线 猫眼可以预定 粉丝看到这种的讯息 都纷纷出来拉走自己哥哥 表示非官方不约 这种措辞呢 没必要说 毕竟都知道在画饼 不过拉这三位出来 真的有点不嫌事大的节奏 所以呢 到底具体如何 还是各种安好 不要被带偏节奏为好 毕竟想要关注点在王一博这里 希望喜欢王一博的人 还是看到后 不要过多评论了 保持五感就好 因为现在的王一博 带播剧马上就要进入宣传期了 总有一部会跟大家见面 现在还有街舞总决赛 他还要陆续进组拍戏 一切都在暗部就绪地进行着 话说回来 王一博最近好事频出 新的代言纷纷官宣 一开的净水器跟啊 都已官宣 各大代言品牌放出全新的物料 即将为疯狂的双十一开单了 毕竟王一博的带货实力有目共睹 各位有心情的话 还是关注一下他的代言产品吧 不少可以薅羊毛的机会 各位可以顺带着关注一下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